今天的主题是爱神 圣洁的呼召 去年全世界在疫情的肆虐里面 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一年 对不对 其实相对台湾是还好 可是全世界其实震荡 这个变动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镜头 你看我们现在聚会 每个人戴着口罩就是这样 还在这个过程里面 而且英国的变种秘密又席卷而来 又产生很多种变异 所以面对这个大环境的灾害的加剧 还有这个不确定的未来 当这些变动发生的时候 教会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应变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用神的话语 来回应这个世代的变动 当我们把灵魂的毛 更深地扎根在上帝真理的磐石上的时候 我们就按着那个进度 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读神的真理 祂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 阿们 所以我们更深地来依靠主 读祂的话 很宝贵 但是今天因为是第一个主日 2021年 我想我先送给大家一节经文 启示性的经文 有没有看到2021 其实犹大书是没有第一章第二 这就是一章而已 所以犹大书的2021 犹大书的20跟21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亲爱的弟兄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2021 犹大书 2021就是这一节 我们再背一次 来 亲爱的弟兄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那感谢主过去一年 我们特别比较有细列的在组织正道 那特别到了下半年 大家还印象记得 我们有讲到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图案 我们讲到 其实我们得救受洗之后是一个起点 我们基督徒一生 其实在奔跑一个天路历程 目标是哪里 目标是天国之城 君王为我们预备的天成 天成 所以基督徒是从这个得救的起点开始 迈向圣城 基督的城 往这个方向走 在这个路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称义 你受洗得救 受洗就是称义 然后中间的比较漫长的阶段 我们走什么道路 成圣的道路 就是我们要走迈向圣洁的道路 终点是哪里 迈向荣耀 就是得荣耀 目标是得着荣耀 所以呢 这个 昨天 我昨天在青年牧区也是讲这个天路历程 那我想我们整个教会都在这个方向来奔跑 可是问题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要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 我们要追求成圣的路 需要有爱神 爱神的动力 被神的爱吸引 你知道被神的爱吸引 再早就会起来 被神的爱吸引 就是会再忍 再忍都要跟上帝约会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被他的爱吸引 就会想要付代价 追求 但是一个人怎么会被爱吸引呢 我们怎么会想要爱慕耶稣 这样讲 怎么会有动力 新的一年爱慕耶稣呢 那过去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默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去爱慕耶稣 很关键的一件事就是 我先被他爱到了 我真的感觉到很蒙恩 被他眷顾 你就会特别 会想要回应他的爱 阿们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开始 我们爱神的一个关键 我们来读这经文好吗 请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返劳还同 这诗篇103篇 非常棒的大威胁的诗 那从这当中呢 我一直在默想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会感觉到神爱我 怎么样我会感觉到 上帝非常非常的爱我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 去年底我一直在体会这些事情 第一个面向是什么 你要感觉到我的罪 被神赦免 被他宽恕 被他原谅 我会感觉到很被爱 阿们 可是今天的问题在于说 上个礼拜 我们在博大宁是不是有18位洗礼 对不对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聚会的 你上个礼拜在博大宁受洗的 这边有 也是 这边还有甘大哥 感谢主 我们为他们再鼓励一下 第一堂我也看到好几位 就是来崇拜 那这个部分 就是说 当上个礼拜天 他们在博大宁洗礼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是非常感动 每个人都上来诉说见证 对不对 葬礼跟他的故事 怎么遇见神的爱 然后他们被改变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唱 起恩爹 因为他们感觉到好甘甜 因为最被上帝赦免 他们很喜乐 很兴奋 因为上帝的爱领导他们 可是现在在我们 在场的大部分的人 受洗离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你受洗超过十年的举手 应该一半以上吧 超过二十年的举手 哇 你看也不少 超过三十年的举手 还是有 受洗超过四十年的举手 有人一直没有放下 我们就知道 请教哥 那有五十年的吗 我要鼓励一下 哇 我也就要鼓励一下 受洗超过五十年 这是一类 另外就是说 我在青丛的时候 我们举手大概 因为他们大概都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是 这叫性二代 所以他们是第二代基督徒 所以你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对我们 像我也是 信主很久的老基督徒 或是性二代 有时候说实在的 因为得救受洗 是好久以前的故事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说牧师 你说感觉被神爱 我那个很久了 三十年高中时代的事 我不会一直感动 那么久以前的事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不是这样 当我们受洗之后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走天路历程 在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的个性 是不是有时候还是需要改变 比如说有时候 我好像遇到困难 我会抱怨 我也不是都常常很喜乐 那有时候我很容易感觉忧虑 这件事会忧虑 那件事也忧虑 好像看起来眉毛都很沉 有时候我好像容易论断 或是看到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 你懂我意思 在我们这条的 天路的过程里面 我们因着原生家庭 还是带给我们个性上 有一些部分 需要靠着圣灵 继续的更新而变化 阿们 继续要献上自己心思意念 不断的什么 改变 意志本来很软弱 要变刚强 思想本来扭曲的 要因着真理得自由 情感 可能你受到伤害的 你觉得被冒犯了 你的情感需要得到什么 医治 医治 要走过来 所以其实基督徒 在这个成圣的这条道路里面 你还是可以每一年 每一天经历到圣灵更新 改变我们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是 都只有在报 耶稣诞生在马朝 李伯利恒里面 知道意思吗 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每一年 我的改变 我都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见证 那我自己 我就发现 有一个情况 这个最近发现一个情况 因为我参加一次同学会 他是在永康街的附近 然后我时间抓得太紧 绕来绕去找不到停车会 后来我迟到了很严重 我又是坐冬的其中 就在这很夸张 自己坐冬的自己还 另外我去阎哥 那边探访的时候 他在ICU 但是那个时间有固定的 结果我又遇到下雨又塞车 然后整个又弄得很久 差一点都来不及了 那我就在想说 我为什么时间怎么样 我就在祷告 主啊 你告诉我 我怎么时间都抓得这么紧 怎么每次都要弄到这种田地 就是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什么 什么哪个部分 好像会弄到很像 很差点来不及这样 很紧张的情况 那圣灵就启示我 你时间抓得这么紧 你太贪心了 你想要做很多事 你想要事情做得很好 你有一点完美主意在做事上面 有一点这种心 那其实上帝启示我 他更在乎人和人的关系当中 是一种被接纳 关系中有一种敞开 信任 还有什么 有时候需要被饶恕的 这种人和人的这种爱的关系 那前几天不是跨年吗 大家记得 跨年那时候我们这边有办 这个感恩跨年祷告会 然后到了倒数 一小时 最后念圣经 倒数二十分钟 十九八七 有没有 我们不是要倒数跨年 我就感觉好像 快到十秒的时候 我又觉得 一年非事 年华老事 然后又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惆怅 可是你知道 当我觉得在算时间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启示 你知道 你知道地上我们会算时间 有没有 会算时间 又过了一年 可是神给我看到一幅图画 在天上 在天上 其实它只有分什么 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光当中 有在或是没有 就是在黑暗里面 你跟上帝是很亲密 交情很好 很认识神 还是跟他很疏离 很遥远 不被他认识 然后不太像 只要其实 只要活在主的面光当中 你知道 每天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可以祷告说 主啊 我今天得在意中 得见你的龙面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们知道大卫的祷告 每天起床 你睁开眼睛 跟上帝讲说 只要我在公寓里面 都能看到你 我就很满足了 所以即使 我就有这种启示 即使我们年纪变大 身体会衰老 对不对 这是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跟主的关系更亲密 有 你可以跟主更亲密 关系更接近 虽然身体更 比较衰老了 可是你跟主的关系 是关系越好 交情更好 更亲密 所以主就跟我讲 你不要被时间 不要被这个 一直在算这个 被事工要完美 时间掌控得太 太那个 是非对错所控告 他告诉我要在乎什么 要在乎是否 你每一个时刻 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光里面 能够活在上帝的爱中 爱中这比较重要 你要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时刻 不管几岁的时候 你跟主都活在他的面光 面前 然后在他的爱里面 你就毫无惧怕 即使你生病了 即使你面对死亡 也不能与上帝的爱 什么 隔绝 也不能与神的爱隔绝 即使你生病 或是你有一天要走 我就觉得 我不要被地上的时间绑住 我要更知道上帝的眼光 看中的是什么 那我就被光照 求神来释放我的自由 你知道这一年 两年来 教会有做医治 可以帮助我们个性里面 如果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困绑 我们就得到帮助 我们在正大幸福小组 最后一次的时候 结束有一个分享 就说你这八次学习到 就是有些心得的分享 其中有一个比较心境的老师 曾老师 他就说到说 哇 本来 这个邀回来的职场的同事 他都高高在上 他讲的是正线老师 他都高高在上 想不到来到幸福小组 哇 他讲这么多故事 是他不堪 他的过去怎么样 然后 甚至还有悔改的那种事情 他说 哇 这个怎么那么 这么敞开 那么亲密 这么真实 你知道 他说 我都没看过 他高高在上 是什么样子 他说 你到学校看 你就会看得到 他高高在上 我说 然后 他就说 他感觉到很 原来他有这一面 他会觉得 基督徒把生命打开来 这样子 他觉得很真实 这样 那因此呢 我 弟兄姐妹 我们 发现 我的罪 可以被上帝什么 赦免 你会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跟你保证 2021年 我会有更多的丑陋 会被揭发 低不见什么 低 更低 保证的 而且会 恩典更多 因为上帝的恩典 会更会什么 领导我 所以我今年还会改变 所以我会觉得 上帝很爱我 因为我这样子 还是不断地 他要 怜悯我 恩待我 所以 我被宽恕 我被恩待 我觉得神非常的真实 他非常爱我 这件事会让我觉得 很被神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刚刚我觉得 刚刚那一部分 要讲一个经文 我觉得太棒了 得赦免什么 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 有福的 不仅是受洗那一天 罪得赦免是有福的 每一天 每一年我们走在这 属灵道路上 我的罪被光照 我悔改 我的个性改变 我都是什么 有福的 都是有福的 好 这个你会让你感觉到 被神爱的是这个 那第二个感觉到 被神爱的是什么 就是 蒙恩宠 你的祷告什么 蒙应许 好 那你看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 烦恼还童 天父爸爸 对于小孩子 他实践他的梦想 他的愿望 就给他礼物 你看圣诞节 有人 我看爸爸在预备礼物 放在圣诞树上面 就是 就让小朋友感觉到 这个爸爸非常爱他 天父爸爸 他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心中的祷告 知道我们的愿望 梦想 他渴望 回应我们的祷告 阿们 好 那我们要去经历这件事情 我们要经历这件事 那我就讲几件事情 我感觉神非常爱我 除了说 我现在住到 独更的房子之外 就是我 因为跟颜平同学 我们有在 更多的连结的时候 他们去年就说 开始有在申请 杰出校友 他们就说 有几个人 你们写一写去申请 我本来觉得 不是很有兴趣 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们说 我们这是第一届 要弄这个部分 叫我也把资料 弄一弄 表格丢出去 那后来我跟祖讲 其实我做这个 是想到说 如果有机会 更多的 可以跟学校连结 然后有一些 可以跟同学分享心得 那我觉得 祖阿 祢就来成就这个事情 就是我私底下 是跟祖讲说 反正这就是一个 一个跟祖的一个个人的祷告 所以六月多 我就把这个申请的表格资料 丢出去 结果九月多的一天 在群组中 同学说 这个我们班有两个人 我跟另外一个人 都获得这个颜平的杰出校友奖 是第一届的 因为他们成立那个 好 感谢祖 在这个当中 的确我们跟学校本身 还有这一个 因为后来我们跟同学 一起聚集几次 都会有分享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是 上帝是好像 就是很 好像就恩宠 你知道那种 就是因为他们说 有一百多件里面 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很恩宠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政大幸福小组 其实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年 都有办很多幸福小组 可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是你做领袖班的时候 你要同时实习 要可能好几个人 要跨幕区 要成为一个队伍 然后去 就是好像用一个宣教队伍的意思 然后去传福音 那时候我看一看 哇 大家来自不同幕区 要凑 每一期要凑出一个队伍 有时候也不容易 但是我看这一期 我就看到 还有崔芬老师 郑县老师 还有Betty 那有没有可能 政大有一个 因为找到一个交集 找到一个交集 就是政大 那我想说 有没有可能真的 可以在校园里面 在商院里面 后来 这是在商院里面 每一周傍晚 连续两三个月 那其实这件事情的成就 一开始看起来很不容易 因为要把大家不同幕区的 把它集结在一起 那把方式人员邀请谁 它是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 那可是在我里面 跟神有一个祷告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因为我最早来全职服事的时候 我跟佩颖 是在政大里面做学生工作 如果你们知道 我从2002一直到2008 就是在风云楼 各个社科院哪里 我们其实都有我们的主机 其实在那边传福音 带小组 是很有情感的 因为我们曾经就是在 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离开了青丛的时候 现在比较没有低线的在 虽然个别老师 有自己有在传福音 可是这一块 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心愿 跟主讲说 再一次再回到政大 可以来做政大的福音工作 这次是教职员 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成就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感动 第一天聚会的时候 每个老师就带了两到三个人 所以第一次best就有八位 一直到最后 几乎平均大概还有五六位都有 这是一个福音御工 继续还在进行式当中 但是我是觉得 在去年下半年 能够成就这件事 也是我心里面有一个 觉得上帝一个 离开政大校园有十年了 再次能够再踏进去 在疫情当中 每次我都要刷身份证 才能够进去 每次都要刷身份证才能够进去 但是我们持续就开始有这样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那十二月的时候 我曾经看到两个社福单位 福音机构 我里面有一种怜悯的心 有一个感动 我就跟会计讲说 我在牧师的授权范围里面 我们就为两个福音机构奉献 一笔钱 上个礼拜在博大尼的时候 你知道洗礼对不对 那时候十八个授权 结果有一位来宾 他看了这么多人受洗 然后上帝的工作在教会 他们就会教会奉献的一个感恩奉献 结果我们打开一看 那个感恩奉献的钱 加起来就是我之前 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为两个社福单位 奉献的钱就是完全一样 我心里面看到非常震惊 也觉得很感恩 再次把感谢各位 弟兄姐妹 就是说你跟神之间要有一些 神认识我们每个人 他渴望我们跟他有一个个别的关系 上帝非常非常爱我 我相信上帝也爱什么 也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新的一年 当你跟神来祷告 你在神面前有一些祈祷梦想 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感觉到 天父非常爱 儿子 然后当我们被成就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很被恩宠 我很被爱 阿们 好 所以这两件事 一个罪得赦免什么 另外一个 祷告蒙应允 被恩宠 都会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被神爱 那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无关于事情 无关于事工 就是一个单单的 圣经上有一种叫 心腹跟良人之间的爱情 你知道夫妻结婚之后 有时候只烦恼着要缴账单 孩子在哪里补习 功课 很多的事情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但是当初他们彼此被吸引 一起约会那个单纯的爱情 有时候慢慢地失去了 起初的爱 所以我们跟神之间 圣经上有一卷雅歌书 也是描写 这一份单纯的爱情 盼望我们能够跟神 不为了事工 不是为了服事 就是单单地享受祂的爱情 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 请 愿祂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辛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同女都爱你 我们愿主他跟我们亲嘴 他的爱情比酒更美 他的吸引 使我们单单能享受 有时候不做什么 只是在他面前亲近他 你就是等候他 跟他有一种好像默想 你就会感觉到上帝非常真实 在你的生命里面 放下那些很忙碌的工作 甚至服事 你就是享受跟主的一种亲密关系 新的一年 让我们透过这三个面向 更多来感受到上帝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阿们 句句这样 可是我告诉你们 当你感觉到上帝这么爱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起来爱神 自然就很感动 怎么能不爱他呢 你就会觉得他这么真实 就会想要被他的爱心 来负代价 来爱他 因此我们就要奔跑属灵的天路 阿们 但是奔跑属灵天路 爱神也还是有很多面向 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圣节这个面向 圣节 那圣节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去年底 我觉得很奇妙 我们那时候读的时候 读以西节书 对不对 然后先知书读一读的时候 黄振仁老师不是在讲解 然后就讲到圣节 那后来我们又读启示录 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月就十二月启示录 我就发现 这个很像云柱火柱 好像怎么一系列一直就是往 好像个人要圣节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节的 还有教会圣城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图都画出来 圣城长得几寸几寸 有没有看到规格 有没有看到好像一直在 迈向的地方就是呼召我们圣节 呼召教会要圣节 所以我觉得我回应神的那个带领 就是2021年 我们今年整个教会爱神 而且走上圣节的呼召的道路 更多预备自己成为圣节的 那我们来看这几个部分 神呼召得胜者有这个面向 我简单先讲什么面向 我们还不认识主之前 就是不解 随从今世的风书 对不对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什么 首领 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私欲去行 有没有 以佛所书这样讲 所以可能过去我们拜关公 我们可能地藏王 或是我们传统宗教 我们会有很多偶像崇拜 可是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戴罪羔羊 他定时之下拯救我们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罪屋里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那这节经文我们启示录 我们来读一下 请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诗 所以神有一个圣城 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 就是新妇预备装饰整齐 等候新郎主耶稣来迎娶我们 所以神呼召我们要进到圣城里面 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 阿们 但是有一些是在硫磺火壶里面的 就是不认识神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感谢主 当我们能够每个人遇见主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从灭亡城里面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有18个人 就是都能够述说上帝拯救的那个故事 你知道当我们摩西 摩西的时候神不是透过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本来是在埃及的权势 辖制里面做苦工 当他从里面过红海的时候 那个埃及军队都被海淹没 仇敌就在海中死亡 那他们一走出来的时候 过了河上了岸 摩西跟米利安就拿着乐器 欢喜快乐唱歌跳舞 我们说那首歌叫做 他做了一首歌叫做摩西之歌 因为旧恩嘛 那个一过红海之后摩西之歌 那他们一直在唱一直跳很开心 因为仇敌淹没在水中 他们说唱歌的跳舞的都要唱 我的泉源在你里面 在主耶稣的里面 所以我们上礼拜其实我们都非常喜乐 在博大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来认识神 那因此就从灭亡城里面能够得救 我们欢喜快乐 我们盼望2021年神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好吗 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你家人还没有信主的 有没有 举手 还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 好 那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我们可求 我们宣告2021年 更多人能够得到上一的救恩 阿们 好 盼望为信主的家人在2021年 能够领到 好吧 我们就有30秒 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 天父式的 我们来求你的怜悯 我们刚才举手的家人 我们都恳求你来工作 在我们所关心的 每一个我们所自爱的家人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也一样来明白你的救恩 来经历到你怜悯的爱 释放他们得到自由 谢谢主 赞美你 谢谢主 主啊你的恩待 你求你施行奇妙的恩典 施行你拯救的大能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我们宣告2021年 每次的洗礼 我们至少都20人 好不好 都能够至少20个人 30个人 50个人 如果真的博大力不够用 我们就到景美西 也可以 感谢赞美主 好 让我们能够来 经历到神的工作 好 感谢主 那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 从 我们看一件事情 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结 那我们被拯救起来 叫做什么 结 从不结到结 那还有一个就从结 一直要到圣结 到分别为圣 我今天特别要讲 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得救之后的部分 继续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个性 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 仍然 我们得救 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要弃绝老旧的习惯 可能以前你有不良的习惯 你要靠主怎么样 舍弃 要断开 如果你在性的关系里面 或是在口舌 你讲话 各方面的态度上 你在金钱的使用上 各方面 我们要把老旧的 这些习惯破除 我们要求主 给我们一个新的习惯 受伤的情绪得医治 好 那这部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请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应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围尘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 并那些行可证 与虚谎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 羔羊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好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图画 因为在圣城里面 圣城里面不用打灯了 因为羔羊就是城的灯 有没有日月也没有了 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羔羊本身就是光 在它毫无黑暗 阿们 所以在城内的人 跟他都是在光明中行走 所以本身光就从里面出来 可是问题是在这里 你注意看 有分 有一些是什么 不得进那个城 好像有分城内跟城外 有没有看到 城内就是跟羔羊在那个光明当中 很亲密的同行的得胜者 城外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 列国 所以有个叫列国 城外有没有列国 有 列国是在那个灯光下 被引导的 等于说山上那座城发光 那我们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是靠那个灯光 你看过灯塔对不对 灯塔就是 那个灯光是在指引那个 所以 那个城很亮 那个圣城发光 引导列国 所以有列国要在 那个城的光里面行走 而且地上有君王 地上的君王都要把自己的荣耀 尊贵都归给那个城 因为那个城是真正的君王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分别 对不对 就是城内跟城外 虽然那个门没有关 可是昼夜就是不能进去 那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 等于说 在城内 原本就都是藏在神的面光当中 他们在地上的时候 就是在神的面光当中行走 就是原本都常常在神的光中行走 跟神很靠近 很亲密 那在城外呢 可能有一些分别心智 没有那么在乎 所以可能在地上的时候 仍然行什么 虚谎跟可证不解的事情 所以跟羔羊很遥远 不被认识 很疏远 所以就是在城外 在那个光中行走 兄姐妹 我希望能知道说 从不解到结 可是在结 神呼召我们要进入到什么 圣城 圣城 你知道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 如果杯子脏了 碗盘脏了 我们送到水里面是洗对不对 洗的话起来就是 外面就干净了对不对 可是在圣城里面 如果你注意看 它的城门 它讲的都是珍珠 有没有看到那个玛瑙 还有这个玉玺 碧玉 黄金 水晶 有没有看到 它讲的圣城的那个材质 都是最高级最顶级的那种矿物 所以它讲的是材质 如果你发现只要讲到圣城 讲的都是它很尊贵的材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被洗干净的时候 我们是被神的水洗 我们在祂面前称义 可是我们要继续奔跑天路 好像我们生命在各样逆境 在各样人际关系 我们靠着圣灵 能够结束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圣洁 像主圣洁一样 因为非圣洁无能能见主 阿们 所以我们这段天路历程 要改变的是什么 内在的生命的品质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老我 我们要靠圣灵去突破 去改变 我看过一个比喻 很有意思 你知道那个什么龙虾 你知道龙虾它的壳是不会变的 可是小龙虾它长大 小龙虾会长大 它的壳不会变 可是它会来到一个不舒服 撑住那种不舒服的时候 那它就会躲在一个岩石洞里面 不被敌人吃掉 它就在那边把壳怎么样 脱壳 它把壳脱掉之后 龙虾会长出新的什么 新的壳 继续出来 可是它不久它会继续长大 可是它的壳怎么样 它壳不会长大 它会继续再长大 憋到它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它又要再 就再躲到那个岩石穴里面 又再一次的 把那个壳再怎么样 脱掉 然后它要等到它长出新的壳的时候 等于换一件比较大的壳再出来就对了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 那个壳因为是硬的 不会跟着长 它又来到了什么 又撑住不舒服的时候 那这样来来回回 会有好多回合脱壳 要忍受很多的不舒服 跟那个生命的张力 如果它有医生的话 大概它就没办法脱壳 因为它一不舒服 就看医生要安定期 就要很多药物 就可能就不会让它 所以我们很多 神把一些环境摆放在我们周围 上个礼拜说 于牧师说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什么 不可爱的人 那很多时候被冒犯了 我们感觉生命好像被冲撞了 那个都是不舒服 那个壳就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神就是透过一些 有一些这样的一个 让我们在逆境当中 结出圣灵有几种果子 九种果子 忍耐喜乐和平忍耐 温柔信实良善节制 阿们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在天路历程里面 要结出这个果子来 圣经上彼得前处还讲 大试炼当中 可以比金金 比黄金熬练过的更宝贵 叫做什么 信心 有没有看到 信心是在大试炼当中可以养成的 所以呢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历程当中来 靠主来结出这个果子 相对于圣城 还有一个城 启示录有讲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叫 大巴比伦城 大巴比伦城就是商业 贸易 什么都可以买 可以买到 非常顶级的 这些 虚荣富贵 名为权利都有 但是上帝的国 上帝的城 不在乎赐贺 乃在乎圣洁 公义 还有圣洁 和平 跟圣灵中的喜乐 上帝的国 不是要买那些东西 那是巴比伦的城 圣城是要在生命里面 向神 结出他 生命的过失 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有时候 在生命当中 神会熬练我们 我们要靠着圣灵 胜过老我 肉体的 这些试探 受伤 能够仰望神 继续往前走 好 这刚刚讲到圣城的 圣城强调都是 他的材质 如果你注意看 圣城强调的是 他的黄金般的材质 是很尊贵的 好 刚刚讲到这个 龙虾脱壳的事 好 那最后一个 我们要 神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 进城门 进圣城里面 那不是靠着我们努力 你说我们信主之后 受洗是靠耶稣的保护血 对不对 那你说信主之后奔走天路 难道还要靠努力修行吗 不是 你要奔跑天路 走成圣的道路 也不是靠自己 是要靠谁 靠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专师圣洁 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什么 充满 受洗之后的人 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 要掌管我们的人生的决定 我们要常常有一种奉献的人生 圣灵会帮助我们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知道是属神的 所以要有分别 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来看几节经文 来 一起来读 请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接到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的这边 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致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的儿上 所以你看到那个城里面 有什么 生命树跟生命核 树会结果子 非常丰盛的样貌 好 另外我们一起读 请 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权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且喜好谎言 编招虚谎的 好 所以再次看到说有城内跟城外 对不对 城外有一些是犬类 他喜欢说谎的 那城内呢 就是那些起敬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有权柄到城内有生命树 生命核 好 那因此呢 求主帮助我们要爱慕圣灵 体贴圣灵 就不体贴肉体 我们会有脾气来的时候 但是呢 我们爱慕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 靠着圣灵 致死我们的私欲 那所以 圣灵会帮助我们 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 会有一个分别 这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这个人是属耶稣基督的 神既然把我们分别出来 我们要不要在我们 我们时间 金钱 休闲生活 所有我能够管理的事上 我都也要分别出来 因为神已经把我们 从世俗当中怎么样 拣选 神就 他就分出来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神把我们分出来 就是属他的 所以我们 比如时间来讲 好 我们七天的头一天 做礼拜 因为这一天是属主的日子 我分别 我不要动 因为这天就是主日 这天是主日 我就是要做礼拜 我分别出来 时间的第一天 每天我有成根 我要有QT的时间 我一定要有跟属 读圣经的时间 我把分出来 我不要挪用 那金钱上 我也有一个尊荣神的心 我就是要把薪水的 十分之一 我尊荣神 就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别出来的心智 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说 我们说的话 我们做的事 不一定都犯法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所以有些话 如果他不造就人 他不荣耀神 会让人家感觉到 有一些伤害或沮丧 我就不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分别我的口舌 因为我是属主的 我有些话 我就不一定都要说 我们尽量说感恩的话 造就的话 当然在圣灵里面的劝戒 也是可以的 真实的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很多的时间 文化娱乐 每一个层面 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有所分别 我们就分辨世俗的 跟圣洁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分别 我们就归给神 圣经上说 如果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和乎圣洁 做贵重的器皿 阿们 你知道你的杯子 你知道这个杯子是要喝的 对不对 你就不会当垃圾桶 因为它是被分出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应该只能放饮料 放水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所分别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那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就有神的主权引导我们 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那三年半也是会有软弱 可是你知道 当耶稣定十字架复活之后 门徒怎么翻天覆地 整个在使徒行传 初代教会 你会发现他们勇敢无拘 关键就在于 他们后来同心合一的祷告 他们聚在一起等候圣灵 所以他们还是要靠圣灵的力量 改变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刚刚讲这句话就是说 你会发现门徒本来很软弱 后来为什么 关键就在马可楼上 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开口祷告 圣灵就充满他们 他们被改变生命之后 就出去传福音 就放胆无惧的 分享神的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最后我要讲了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怎么在今年追求圣洁 具体的做法 实际的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祷告 一个人祷告会挫折 有时候就不做了 可是三个四个人祷告 我们会持续祷告 所以我们渴望在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组成 复兴祷告小组 四个人一组 三个人一组都可以 就是这样 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怎么样祷告 最早是因为杨道诺牧师 去年来到台湾 在疫情当中来了两个月 他在台湾 宜兰 台东 整个台湾巡回了两个月 这样子点燃祷告的火 他传讲的信息都是羔羊战士 教导我们很简单的 祖岛文的架构来祷告 那天是在台北厂 是在灵梁山庄 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去 他告诉我们 主教导我怎么祷告 主教导我的家怎么祷告 主教导我们教会怎么祷告 很简单的 一些信息 你可以上网去看 杨道诺牧师的信息 但是呢 我说这个一起 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三个三个 四个四个一起祷告 是很有力量的 就好像马可楼 他们在一起祷告是发电机 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祷告的时候 一起领受上帝的启示 一同去传福音 一同就会经历到丰收 得救的丰收的神迹在里面 那我讲一下基本操作 就是假设你们今天有三个人 我是一 二 三 那我先第一轮 我先感恩 为这段时间 为这段时间感谢上帝 那换他二号感恩 三号感恩 第二轮 我为我自己祷告 我为自己的需要祷告 他为二号 为自己需要祷告 三号为自己的需要祷告 第三轮是什么 我刚刚有没有听到他的需要 有 我为二号的什么 需要代祷 还有祝福 领受到启示 为他祝福 然后他就为三号 代祷跟祝福 三号在为我 听懂我的意思吗 第三轮就是代祷轮 如果还有时间 你们想要再轮一轮 就为best 就是为家人还没有信 为福音朋友祷告 也很好 那这样子我试过 这样子 这样三个人这样一轮 真的不到15分钟 一定可以结束 因为你看这样子没有很久 那我自己目前 我有参加三个这样的小组 我现在 你看我们那天我们分享完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万里 小组长的退休会 我们从12月14号之后 我们那天就 现场就马上三个三个一组 那因为今天主日 我看不容易能够马上来操练 但是我回来之后 我就参与了三个这样的弟兄的 这样的小组 感谢主 当我们每周晚上这样 line一通的时候 一连线 不到15分钟 就这样很快 但是我们的心就能够怎么样 更对齐 然后跟上帝对齐 我们就能够领受上帝 回应我们祷告的事情 所以夫妻可不可以RPG 也可以 夫妻也可以这样祷告 亲子也可以 夫妻 亲子 牧区 小组都可以 让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从这个祷告小组开始 阿们 你知道这个是非常powerful的 就是小组里面分成三个四个这样的小组 然后再往下 你观音的人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 其实是我们可以连结在上帝的能力里面 说实在的 我们知道 最近 言歌 大家晓得 他经历到这个很重大的手术 但是一路上其实教会好多好多弟兄姐妹 在为他守望祷告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 甚至我们太开心了 看到言歌他欢心整个非常的顺利 现在在复健 在复原的里面 我们拍掌 把感谢归给神 我们都还持续在 那其实只要成根 只要RPG 我们都会为他祷告 所以我们就信心被激励 有没有 我们就看到上帝真的是非常爱我们 回应我们的祷告 所以新的一年 好不好 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迈向圣洁 你说牧师我们要怎么追求圣洁的道路 第一个 就是祷告 当我们祷告 圣灵才会临到我们 才会有改变生命 才有可能悔改 才有可能受感动 受差 出去传福音 受感动 去爱人 所以真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 分别为圣 主权归给神 好 那其他的很快 我们就圣经上 今年秘牧师帮我们 这个排那个速读表 对 我们旧约十一卷 新约九卷 都是跟爱神 跟圣洁有关的 那我们就在今年会读这些金卷 我们两次的眼睛培灵 下半年我们会读罗马书 那我们仍然家庭主流化 我们下个礼拜就有十二对的夫妻 要到苗栗参加夫妻恩爱营 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那我们继续在家庭营 我们在男士的事工 我们渴望 我们都能够 这些关系的经营都能够继续往前 也许祷告看看 今天有没有机会 蛮有感动要办一个盟约婚礼 就是能够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 这个婚礼的 我们能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盟约之爱的这样的一个婚礼来进行 那门训上我们仍然透过培育系统2.0 来帮助我们整个牧养上 门徒训练上 往一些神的带领我们的工作往前 最后讲一个异象 在我们三十一号跨年的那一天 我们有先会前祷告 那时候祷告的时候领受一个 好像看到教会因着有上帝的同在 你知道在那个圣城里面 同在有生命树对不对 有生命树有长果子有生命水 有没有 在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圣城 我就感觉到因着上帝在教会 上帝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会有医治释放出来 这个地方就会有恩典释放出来 这个地方因着上帝同在 就是真理的中心 就是会供应 有些需要财务上缺乏 这里就供应的中心 这里就会成为一个训练的基地 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 因着耶稣的同在 好像当年耶稣在我们当中行走 因此那时候十二点一跨年的时候 一过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那个吹号 凯元为我们吹那个号角声 五四三二一之后就吹号角 然后我们就释放说 这个地方木扎林娘堂 神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个真理中心 医治中心 牧养中心 供应中心 我相信这一个神荣耀的同在 在木扎林娘堂 弟兄姐妹你回到你的家 你回到你的职场 校园 以好象生命术 无论神把你拆到哪一个社区 哪一个职场 你在的地方 神透过你就把这个恩典释放出去 把真理带到那个地方 把神的供应带到那个地方 阿们 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城的原子意象 但是当我们离开了 不论神把你栽在哪一个地方 你就好像一棵生命树 在那个地方带出神的同在 阿们 带出神的衣子 供应 恩典 好 那我想我们最后就来 有一个经文送给大家 你的衣服当什么 时常洁白 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心腹 但是也要被圣灵充满 头上也有圣灵的膏油 那最后给大家三个恩典 一个是恩典 一个叫什么 恩宠 一个叫恩膏 当我们更多感受到 我的罪被赦免 就是我得到恩典 阿们 当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梦想 神应允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 我在神面前好受恩宠 阿们 当我愿意离弃罪恶 卑贱的事 圣灵充满 分别出来 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就更多把圣灵的恩膏能力 充满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可以去成为 祂祝福的出口 侍奉的出口 阿们 所以全球主在新年 2021年里面 赐给我们恩典 恩宠 恩膏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神 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 我们要唱圣洁的 圣洁的敬拜 我就发现这首诗歌 当我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跟我里面的负担 非常的match 所以我觉得整年 这首诗歌都可以成为我们 年度的主题曲 几乎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唱这首歌 让这个意象能够成就在 木造林洋堂 圣洁的敬拜 圣洁的敬拜 请主真理 步步拦出 圣洁我也 圣洁的敬拜 爱主的敬兵 勇敢脉出 福音的脚步 向世界宣告 黑夜变荣耀日 却偏要跳舞 瞎眼的看见 接近这地图 复兴要来临 燃烧我们的心 满心走着地 带着报告 宣告盼望 靠主耶稣生命 行出真理 不忽然出 圣洁我也 圣洁的敬拜 爱主的敬兵 勇敢脉出 福音的脚步 向世界宣告 黑夜变荣耀日 却偏要跳舞 瞎眼的看见 接近这地图 复兴要来临 接近这地图 复兴要来临 起身上 全地宣告 祝你大 任何救恩 不畏惧 不畏惧 黑夜变荣耀日 ol 救恩判施 其身上全体宣告 主的大人和救恩 圣洁的敬拜 爱主的清兵 勇敢买书 福音的脚步 向世界宣告 黑夜变荣耀日 却会窈窕舞 瞎眼的看见 圣洁的敬拜 爱主的清兵 勇敢买书 福音的脚步 向世界宣告 黑夜变荣耀日 绝对窈窕舞 瞎眼的看见 接近这地图 复兴要来临 接近这地图 复兴要来临 优优姐妹 这一个世界黑暗仍然笼罩在大地之上 幽暗仍然在万民的心中 牢笼着挟制着人心中的许多的角落 我们要宣告主的荣光要发现照耀我们 我们要发现 宣告主的同在 要在这片土地上彰显祂的荣耀 当主同在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黑暗全市就要败亡 黑暗全市就要淘宝 我们要宣告主的大能在新的一年 要临到不仅是教会 不仅是在这一片土地上 主也要在很多很多 还不认识神 若在各样忧愁 彷徨 迷惘 失望 受苦的 很多我们所心爱的人 朋友们 上帝呼召的是我们跟祂一起同工 上帝呼召我们在祷告中跟祂一起同工 上帝呼召我们跟祂同心 一起问这个土地守望 第一个我们需要圣洁 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 衣裳要时长洁白 那我们也要依靠圣灵 在我们头上把高油倾倒下来 好叫我们这个人主权分别为圣 归神使用 做尊贵的器皿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开口祷告 我们求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就开口 在新的一年我们求神的灵大大充满 我们引导我们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 神要引导我们祷告小组 而引导我们各个的家里的 各个的氛围更多的被神改变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社区 这个地方让神的同在领导 是的 祂我们需要祢 祂我们需要祢 给我们一个爱祢的心 给我们一个爱祢的心 给我们一个蒙爱的心 祂我们赞美祢 我们需要祢 祂祂祂来改变我们 吸引我们 给我们一个爱神的心 因为祂非常的爱我们 谢谢主赞美祢 哈利路亚 祂祂祂祂的灵充满我们 祂的灵浇灌我们 祂的灵使我们在祂的引导里面来行动 祂祂祂祂让我们不去上 让我们在祷告中回应祢 谢谢主赞美祢 哈利路亚 是的祢来接近我们 祂的主赞美祢 赞美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主赞美祢 哈利路亚 兄姐妹 最后我们 我们做个启示性的行动 你把手放在你的衣服上 就是衣裳要时常洁白 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在你头上 就是我的头上要常常充满圣灵的膏油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充满 好叫我这个人的主权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的衣裳要洁白 我是被分别出来的 被神拯救的 所以我要洁净 我要圣洁像主圣洁一样 主在我的头顶 浇灌下圣灵 在我的衣裳 赐给我洁白的衣裳 好叫我在地上 在世界之中活出 主见证生活来 谢谢祢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似的 主啊当今天 主啊我们更多 祢呼召我们爱祢 追求圣洁的道路 求祢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 一个渴慕奔跑的心 回应祢的爱 愿祢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 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 祢的圣灵就感动我们 常常起来呼求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一起同工 来转化这片土地 祢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所住的这片土地 圣灵啊 求祢浇灌在我们 一个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三个四个组成的 祷告小组当中 一个家一个家的 一个倚靠主的祷告的里面 一个小组一个小组 一个牧区一个牧区的 一个倚靠主的氛围里面 让教会因着圣灵大大的工作 复兴临到这片土地 谢谢主祢来高谋我们 在新的一年 有一个分别的心智 为主而活 能够带出祢荣耀的见证 谢谢祢听孩子的祝福与祷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引导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拍掌把荣耀背给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 我们彼此祝福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